很明顯在這個下腿有看到一個孔洞 在這邊 鑷子夾住唇角洞口 微微拉扯 竟然抓出一隻活的馬蠅幼蟲 硬硬的水腫的感覺 其實沒辦法摸到這個蟲體本身 就是因為肉眼看不出來 拖將近一個月 蟲卵已經孵化成幼蟲 個案去年10月中 前往秘魯馬丘比丘旅遊 疑似在熱帶雨林區住宿 遭到馬蠅寄生 反台後兩周 嘴唇腫大有刺痛感 以為是泡疹治療兩周還是沒好 就醫才發現 三個孔洞還會剩液 全神麻醉動手術活捉三隻蟲 幼蟲需要一個 跟外界相通的呼吸的管道 所以才會產生那個孔洞 過程有點類似有點驚恐 奇怪怎麼會從嘴唇 拉出來這麼長的一條東西出來 病人可以把它養成 養到這麼久 其實真的還蠻少見的 這並非台灣首例 但過去個案都長在頭皮 嘴唇沒遇過 而且體積很大 直徑約一公分 長度則將近2.5公分 鄉村 有養很多動物的地方 像牛馬羊等等 都會有一些吸血的這種昆蟲 對蟲子來講 溫度跟牠發育很有關係 溫度越高發育越快 牠可能一兩個禮拜 就完成牠的生活史 所以牠的數量就會很多 傷口會癒合 幾乎沒有併發症 但看著實在嚇人 馬鹰一般分布在中南美洲 墨西哥阿根廷及智利北部 但東南亞甚至內蒙古也有可能 幾年前還有馬鹰 闖進日本某航空機艙內 還好變成崇前已經取出 否則嚴重不排除影響台灣生態 三連新聞 徐趙偉 曾嘉宣 台北報導